想省錢 精挑電信方案省萬元 城市跟城市的過程中 又有空 例如說三小時的飛騎 我就很假的 我覺得這三小時 我不能浪費 我也忘了我有設定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大方的 在11點之後又繼續開 回來 哇塞 三四千塊的蔓油分 你們有想到的陷阱是 它的有分所謂的 250分鐘裡面 它只有40分鐘 都是不分 你的錢就是要一秒一秒 都會獎金 電信方案 白白款 聰明挑選手帳單 歡迎收看 現在才知道 歡迎欣宇來代班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手機以及智慧相關的問題 你有推用手機嗎 有啊 但是我是一個 沒有手機也OK的 我很常把手機 因為我想說反正能找我的 就那幾個 我家人 我老公 所以還好 我手機都是看一些 今天的新聞啊 天氣這種無聊的東西 是 真的假的 不過我們不管在捷運 在路上看到幾乎是人手一機 就是一直看嗎 尤其是台灣手機的一個氾濫的程度 已經超過其他的一個國家 我們來看美國的一個調查 美國他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說每天一直在查看自己手機的 就不時的查看手機的 百分之三十五 幾乎三分鐘五分鐘就要看一次手機 那如果調查說你可以離開你的手機多久 一個小時以內不到一個小時的13% 一天以內的34% 這兩個加起來就47% 也就是說將近一半 那我想如果說這個同樣的調查在台灣的話 一定會超過美國的水準 有啊 之前不是有跟兩個 一直滑手機滑到雙下巴要去抽紙啊 天啊 沒有 還有滑到掉水溝裡面的 真的喔 還被車撞的都有 你這一陣子看台灣人說站的那個手指頭 都特別大 對 因為大家都滑手機 大家訓練就是這個手指頭 一直滑 所以我想問大家現場的來賓 你們能夠超過一個小時 不要看手機的請舉手 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時喔 怎麼可能 超過一個小時喔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睡眠時間不算嘛對不對 對... 就是你閒暇的時候 也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要不要降低... 拉高一點標準 15分鐘 誰可以撐15分鐘 憲哥 你是不是沒有手機啊 你是不是只有BB code 沒有時間來計算好了 憲哥超夯的 他一直要看盤什麼的 他很多時間要... 那你怎麼可能一個小時真的不看手機 三點半之前 對... 不過我應該可以超過一個小時 看盤不算 看盤是在賺錢 是在工作啦 對... 我們也是啊 我們也是啊 沒有啦 你們是一個人交錢 就是通貨的 製作單位打給我們嗎 他還需要握 對...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 我們來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 對... 因為手機現在已經變成 我們家裡必備的東西 根據美國的調查 已經超過冰箱啦 超過汽車啦 超過所有的家庭用品 他幾乎跟你形影不離 但形影不離的過程裡面 伴隨而來的就是 高額的帳單 每個月就寄到你家裡來了 超可怕的 你想要避免超過預期的手機帳單嗎 一定要注意這些事情 是... 第一個... 避免出國帳單暴漲 租WIFI分享器 申請出國幾日吃到飽 就不用擔心了嗎 最近大家常到日本 常到歐洲去購物 這個一定會遇到的 韋萱姐 現在人出國不漫遊好難耶 對啊... 一定暴漲的啊 對啊... 出國下飛機第一件事情 開手機 對... 沒有出卡 開手機 趕快找WIFI 趕快連那個WIFI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常常出國 我都一定會辦那個 出國吃到飽 對... 我想說吃到飽就是下飛機 就是馬上開 馬上要刷屏這樣子 對... 結果有一次我回來 你已經開吃到飽了 怎麼會呢 我想說我... 我不是去一個月 我怎麼會... 網路漫遊這麼貴 它全部價錢 貴的價錢都是在網路漫遊 那我就... 奇怪 我明明就是... 399嘛 一天嘛 那你算幾天這樣子 一個禮拜下來也沒多少錢 怎麼會6000多 對...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我沒有連上 跟我們台灣電信公司配合的 因為它手機 會有個自動搜尋 對... 它會搜尋你在國外 訊號最強的電信公司 最強的那一家 對... 但是不代表這個訊號 最強電信公司 是你可以吃到飽的 你等於就在... 另外的支費 整個這個國外 都是在漫遊 對... 付費漫遊 最厲害是那時候 還心情很好 不用擔心所有的朋友 還分享給大家 對... 399 對... 還分享給大家 大家熱點啊 一百分分享給大家 沒錯... 通常那種399的 都不能分享訊號 都不能分享 真的嗎 因為我上去日本就是也是 可以... 像我坐在遊覽車隔壁 我小孩子他有分享 可以啊 真的假的 那個欣怡他可能 他遇到一個狀況是 你連不到他的那個 熱點分享 你的手機呢 可能要重新開關機 或者是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你的手機跟他的那個手機 兩邊的配對的頻率呢 你有時候會找不到 還有一個可能性是 你的手機可能同時分享 給四五個人了 喔... 哇... 很多人呢 他也可能進不去 因為他分出來的那個 WiFi那晶片 頻寬就這麼多而已 塞車 不行 但是其實他現在已經有改進了 他以前就是 吃到飽一天多少錢 他現在有改進就是說 如果你的用量沒有到達多少 他會以你的用量來計算 所以就不會用399 如果你用很少的話 就二擇一啦 對... 真的好複雜喔 除了網路很複雜 我覺得講電話也很複雜 因為我記得我覺得俄羅斯 就是他只是不一樣的城市 可是他的倍率不一樣耶 講電話跟簡訊的倍率不一樣 就很像你在台北跟台中 不是都是台灣 都是一樣的漫遊費嗎 為什麼我到俄羅斯的莫斯科 跟我到俄羅斯的另外一個 俄羅斯的城市 又不一樣 他的費率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 這不是網路 這就是簡訊跟講電話 老師這個問題在哪裡 簡單說呢 如果是簡訊跟講電話呢 他會以當時我們用國際電話的賣油的費率計算 然後他的計算方法是呢 他會從... 比如說從俄羅斯要打回台灣 那這一段呢 他的每一個國家的計算方式 事實上是真的都不一樣 唯一的共通點是 只有數據的部分呢 是我們只要付台灣的... 比如說你是中華電信 或是傳台客大的這個錢 但如果你是打電話或傳簡訊 他不是走數據的 他是走傳統 那傳統呢 你可能一個簡訊來 你把它看下去 就30塊到20塊 蛤 可是... 可是他們要寄給我的 我不願意收啊 沒有 你收也要錢 對 他是看流量的那個... 幾妹 所以我教你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今天你是買 所謂的剛剛你說的 到當地在買那個上網卡的話 對 你呢 就把你的那個 飛行模式那個部分呢 打開 你要把它先打開 然後再關閉掉 然後呢 你是不是只透過網路 那你透過網路上呢 其實他就可以做正常使用 那你就比較不會去接收到 所以你就直接把行動 可是這樣有人打給你就不會通 把行動數據 都不會通 可是那就好啦 可是你現在就是 但是現在有很多網路的那個... 那個軟體可以做通訊 不一定非得要用電話 你可能用Line打電話 你可能用Line打電話 WeChat打電話 因為他講的這個 老師講的這個方法 我比較傳統 這次才學到 怕你有些人在設定 例如說他可能不會關各樣城市 或者是漫遊這些東西 對 我的方法比老師更簡單一點點 我出國如果遇到要 當地要買那個電話卡的時候 我會直接把我的電話卡拔裝 把你的信卡拔起來 就不用任何設定 因為他就是沒有信卡 就是最安全 最簡單的方式 那你就不要帶手機出門 沒有...不一樣 可是我還是使用網路 不是使用網路 因為我就不會因為設定的時候 或不了解他的狀況 然後按到所謂的直播的 變成電話的漫遊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也是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也可以 因為他網路還是收訓得到 結果有時候我跟我媽媽 他們去旅遊的時候 他媽媽基本上 他不會設定這種東西 對 他只會說看怎麼辦 那你跟他解釋基本上 我說你很簡單 你把那個信卡吐出來 吐出來 這樣吐出來 結果他吐完之後 牙籤就斷在裡面 沒有...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他拿出來之後 那時間都不能弄 那陣子就沒問題 因為有時候媽媽問你說要怎麼用 你要解釋半天 這個電話錢也不少 所以乾脆直接 你就把它拿出來 那就用漫遊 然後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我們不是有一天的吃到飽嗎 對 跟三天的吃到飽 跟五天的吃到飽 然後過程中就很可愛 例如說我可能這一次去四天 四天對不對 剛好三天多一天 五天少一天 就買三天的再買一天的 對 沒錯對不對 可是中間不好意思 城市跟城市的過程中 然後又有空 例如說三小時的飛行 我就很假的 我覺得這三小時 我不能浪費 我不能浪費 因為反正在飛機上 我也是不能開機 所以我就設定了說 例如說到今天的下午 十一點 我是不是要飛三個鐘頭 四個鐘頭 大概三點開機 結果我好死不死 那天那個飛機delay 然後我也忘了 我有設定這個事情 我就是很大方的 在十一點之後 又繼續開 哇塞 好快喔你看好快 回來哇塞 三四千塊的漫遊費 嗯 因為你知道這種狀況 是說 對 後來我就想說 真的不要去太麻煩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出國玩的過程中 你已經忘了 你之前準備的一些 瑣碎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 其實額外 花了很多的漫遊費 我補充一下就是 他現在其實真的很 比較聰明 你甚至於你可以把你的行程呢 跟比如說你是中華電視 或遠傳說 我跟你講喔 我今天會在香港 我明天的幾點呢 就會在上海 對 那你都跟他講完以後呢 他就會跟你說好 他就會在所謂的那個漫遊的地方呢 他會去幫你 那個中華電視他們會幫你設定 先設定好 對 然後呢 你就到當地以後 他就說你到當地 記得一件事情 下飛機呢 手機開機關機 對 一次這樣子 你就會到當地了 你就不會說 可能在移動程式的時候 或是在可能 你是跳點在玩行程 對 你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如果跨一個國界的話 就一定要這樣子 對 像我自己曾經發生過就是 我到日本 結果呢 像跟南波老師一樣 我是買三天 結果我飛機呢 碰颱風 delay了一天 對 我在現場又要網路 我最後還是實際點 我打到台灣呢 用漫遊打 所以我那一次也花了大概六百多塊 因為他轉的 轉接的時候 轉了很久 轉了很久 打過去 中華電視您好 有什麼我電視您好 有什麼我電視您好 什麼業務 請按摩 好 普通話請按摩 好 拜託 現在都是直接傳一個D級好不好 D就是天數 直接傳一個D3 就是三天 直接傳訊息區就可以了 不 我超不會這個的 因為我們應該要在台灣半度 另外喔 你花六千多塊學好多喔 對啊 還不知道 我花那麼多 我都還沒有學到 秀琴姐 你有學到一些嗎 我其實花 我是裡面花最多冤枉錢的 我前陣子就是去關檔 平常出國呢 我老公一定都會幫我辦 是 就是三天五天那種日租行 那天我們是 就是一家大小 我老公就說 前家人都在了 你還要在租什麼呢 就不用租 反正我們是全家一起行動 那回到飯店有WiFi就好了這樣 我想說 可是如果我們下飛機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到飯店啊 那有時候會 網路會那個嘛 會不穩 然後呢 我就想要打卡 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 手很癢 打卡 打卡都不知道 對 電信公司轉多少錢 對 很想像 一路上都是要有那個記載這樣子 然後呢 中間呢 然後我女兒要去跟別的朋友 要帶去吃飯 然後我就想要去叮嚀她 完了 我們出飯店 就完全我們不能打電話 什麼都不行 網路怎麼Line都沒有 然後呢 我就偷偷開了行動數據 我就打電話給她 因為我打那個Line都沒有通 你亂講 你開了之後第一件事 是上Facebook對不對 對 沒錯 先來個自拍嘛 對 我就在飯店門口 先上傳再看女兒 對 先上傳之後 先打電話給女兒 先那個叮嚀一下喔 什麼什麼 是 我就在當地就打了電話給她 對 然後呢 再來呢 我就是三不五十一直偷偷開了 開了那個網路 因為呢 我老公就說 你為什麼一直要開手機呢 你是認為偷偷開她都不知道就對了 我認為就想說應該不會多少吧 我想說開一下而已 應該還好一下 閃一下而已 對 我只是收了個簡訊 再滾了一個APP或什麼什麼 我們兩個一直為了這個Wi-Fi的事情 就一直這樣 一路上一直吵來吵去 隔月呢 就下個月 帳單來了 她說 再氣去吵 這什麼 一萬四千多 然後還給你就是 我整個嚇到我想說 國際漫遊通信費一萬多塊 是 然後在當地打了個電話 三百多塊 然後我想說我在幹什麼 我不是才講個三十秒嗎 而且最厲害是什麼你知道 它東省西省 然後椰子水也不敢喝什麼 也不敢喝 你怎麼知道 等於是一趟機票錢 對 然後我老公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就不讓我租那個呢 平常我們出國 就讓我租那個三天五天的就好了 對啊 三九九就好了 對 然後就說 吃到飽就好了 對 然後從此以後呢 我就說 我只要一出國 麻煩一下 幫我申請一下 不凡是幾天 你都給我申請 他說好 幫我申請一萬四千九 那這邊要請問一下Tim 那個申請出國網路吃到飽 因為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不過中間還是暗藏很多的陷阱 會讓你的一個手機會突然的暴增 那出國之前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注意哪些地方 其實簡單說 如果我們申請的賣油 你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像 如果你是記憶力不好的 你今天出國五天 我跟你講 你就是去買五天 你千萬不要 乖乖的買五天 不要買四天對不對 不要選我或是藍波老師 買三天 我都買三天耶 你三天呢 第一個你就不知道說 它什麼時候開啟的時間 跟關閉的時間 對 這個就是第一個陷阱 對 那第二個陷阱是 剛剛有講的就是 記得不要用成 自動去搜尋電信業者 要用成手動 對 我曾經有一個案例是 也是自動 然後沒有挑到電信業者 然後大家想說 然後呢 想說我只買三天 我第四天要回台灣了嘛 所以我第四天 我也根本不想開網路 那你手機就放在旁邊 憲哥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當然什麼事 手機你不要覺得你沒有在用 它就沒有在上網 它有在上網 它為什麼 喔 它自動的 絕對不是鬼月喔 自動被更新 對 因為呢 你手機呢 其實呢 很多APP呢 在背後都會在運行 很多程式 所以你覺得你好像沒有在用 但事實上那個程式呢 一直在運行 所以它就會連到網路 哇 這個費用就會高了 對 所以如果你很害怕的話 你有時候呢 可能開成飛航模式 那你這樣子呢 比較保險 比較會確保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你記得一件事情 你就到任何地方 下飛機呢 一定養成一個習慣 手機呢 開機關機一次 喔 先做一個動作 我怎麼要這樣 對啊 手機開關機一次 就是說 它呢會去整理一下 你的電信的一些內容 那其實電信業者 現在真的比較聰明 他會想辦法讓你連到 他合作的電信業者 只是說呢 一定會出錯啦 你可能到某一個地方呢 他那個地方就是 抓不到訊號 對 收不到訊號 或者是這家電信業者 訊號比較強 對 那你就會被搶到那裡 對 那老師我再請問一下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吃到飽以外 有很多人就申請 那種WiFi的分享器 對 聽說裡面也暗藏很多陷阱 沒有錯喔 你有時候那個WiFi分享器 大家會覺得 哇 很便宜 因為重號電信要399 那你可能有時候 會租到149 或199這種機器 對 而且還更便宜 是不是便宜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它那個機器有分喔 它會分說這個是限速 那限速便宜就是 用到一個它就突然死了 不是 才用沒多久就不能用了 不會死 但速度變很慢 那表示說呢 它呢從4G呢 它會一天流量 可能做200Mb 對 然後呢就像 我就請藍波老師 分享給10個人 沒錯 你可能一個小時 你就200Mb了 對啊 那你接下來呢 不好意思 你今天的行程 全部都只能用3G訊號 它會幫你降落 然後有些業者呢 會更偷吃步 就是它也不告訴你說 我這機器呢 有沒有限速 它就跟你說 我機器就借給你啊 所以你有時候呢 你拿 以後拿這個機器 這家業者你就要記得 你可能到晚上的時候 突然覺得你網路 非常非常的慢 那我跟你講 你這個禮後 就不要去找它 因為呢 它不會告訴你說這個機器 是限速或不限速的機器 而且它講限速 我都聽不懂 聽不懂啊 誰知道用到什麼是多少啊 對啊 真的我覺得電信業者 有你們這幾個客戶 如果它跟我說 用一個小時我就知道 可是它跟我說 用到多少Mega 我怎麼知道我用了多久 我看到你流量 如果很多人分享的話 就像剛剛Tim哥講的 它就是 一下子就會用光 就用光了 對 那如果只有一個人還好 我們一個 一二四五六七 我們這幾個喔 它通常一天 會使用大概600Mega 600Mega 對 滑Facebook嘛 是 拍照可能傳照片給朋友 用Line WeChat 大概600Mega 是 那一定不會超過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覺得你買到的是600Mega 那你就 不要告訴藍波老師 我們自己用就好 喔 你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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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一下子就用完了 不然一下子就用完了 對 其實找秀琴姐也可以 我沒有啊 我沒有分享氣 是 好 那既然有手機以後呢 第一個考慮的就是 智慧的問題 智慧有很多很多的一個方案 當你選擇智慧的時候 當然要選擇適合你自己 最核算 最廉價的一個智慧 否則的話 你的電話的帳單 可能會爆炸 對 4G上網吃到飽 網內通話N分免費 不分網內外再送N分充 很划算嗎 真的還是假的呢 文萱姐 這個不是超級VIP嗎 對啊 他說這樣是幫我精算過 幫你量身並做 對我個人量身打造最適合 最省錢的方法 那你有真的覺得它是最適合你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對 那你現在一個月多少錢 以前 以前是990 現在是1000多 對 現在是G 其實我真的不曉得 它有什麼差 那你現在每個月是 差不多繳多少錢 每個月快四五千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 像我是高度使用者 我也是1000多耶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 它裡面太多鈴鐺滿目 我們真的都看不懂 對 讓我來幫你瞧瞧 讓我來幫你瞧瞧 而且我的那個式化 我的那個通話費用 其實不多耶 我通話費用才600多塊錢 你說打出去了嗎 對啊 那怎麼可能到四五千塊 沒有 因為它的基本費 就已經1399了 對啊 然後它往行動費680幾 然後式化打200多塊 是 所以它在電話費這部分 就你2300多了 哇 那這個賬單 我們請這個Tim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 麻菲你幫我抵消一下 我覺得這個國際辦 有把它扣掉的話 你一個月是2600 我覺得你可以馬上去 跟台灣大概大說 我要把我的資費呢 往上提 因為如果你 對 如果你現在是1399 因為你其實打到他往 跟式化 你打了大概換1000 600多 對 然後加上他往1000 我建議你搞不好 你可以申請1699 或者是1799 這種方案 這樣反而更便宜 對 你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這個打到他往的呢 因為它一定是計算你1399 內含多少的通話 幾分鐘 幾分鐘 已經通話了 它每一次都過吧 一定過 所以才會到2300 那可是現在很多 那種免費通話軟體 我可以用那個軟體 沒錯啊 可以啊 不算在裡面啊 對 對 從那張單看下來 如果你有的話 就不會打到600多塊 對 心理說的對 是真的 因為你的1399 已經包含你免費了 有時候 他們網路不穩定 我圍了半天 算了 我打給你好了 對啊 對啊 有時候 你都覺得 什麼... 你一定覺得說 我剛剛才講五分鐘 其實你稍微看一下 已經講25分了 真的 看了這一集 我好想買他們 電信公司的股票 對啊 好好賺喔 可是我覺得我的案例很妙耶 以前3G的時候是2000多 4G不是應該比較貴嗎 對 變1000耶 對啊 而且因為我有點 你剛剛怎麼那麼乾淨啊 只有一張耶 因為我哥很會就是做這些 就是功課 所以後來我都追蹤他 因為我以前都一直超過 就像文宣姐這樣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 往上加 往上加 那你都不聽他的話啊 沒有 我都一直聽他的話 我都往上加 往上加 我就想說為什麼每個月要付那麼多 後來我哥說你根本就不用 他就幫我挑適合我的 所以你就挑最適合 可是他這支付費很低耶 對啊 所以他現在是挑適合他 他帳單才會越來越低啊 對 那藍波老師呢 其實來講 像我用的電話號碼 基本上我從我擁有手機 到現在都是同一個號碼 所以其實用了20多年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優惠 例如說可能他所有通訊費會打折 有時候可能打85折 打7折這樣子 所以其實 其實比一般便宜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時候他 例如說像我 現在有1399最基本的方案 換機的時候有1599 1699到1799都有 可是我個人選擇是 因為現在通訊軟體很發達 所以我們就會用最便宜的1399 可是其實他的通話費是比較高的 同樣打一分鐘跟1699跟1399 一分鐘價錢是不一樣的 對 他可能當初他會告訴你 同樣訊息他可以送你300分鐘 同家公司 然後打四話可以送你300分鐘 所以你在打電話的時候 你就會講說打去 我來打 沒關係 我打 我打 我這送300分鐘 對 你一個月這樣 都超過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你現在其實大家仔細去看 你隨便一通電話講一下完 最早就七八分鐘 要 隨便喔 對 所以你其實你一通打 一天打兩天都四五分鐘 對 所以300分鐘你覺得很多 其實很少 可是他告訴你這個方案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 賺到 賺到我要900分鐘打不完耶 結果發現每一個月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都2000 將近3000 是 因為你會不注意啊 後來你調高以後就降下來 調高之後就降低了 而且大量的 我現在變成是大量的使用通訊軟體 對 而且像我剛才講的電信方案 我個人還有一個小小的腳技巧 你是有在那邊上班過是不是 有有有有 你還拿出來一件事 你還拿出來 你還拿出來 我這個不是購金方案 你是買他股票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已經買了這個 這什麼啦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我剛才講說 因為我是老客戶嘛 所以我其實沒有預繳 沒有預繳這個壓力 比如說有時候換手機他不用 我這個是 例如說你有預繳的話 例如說你預繳一年 例如說兩萬塊這樣子 攪完之後你可以在它裡面去 它有一些聖品 我也有 它就像儲值金的概念 其實你譬如說你通訊費 本來就要攪兩萬多塊 對 那基本上你換的東西回來 也是挺開心的 你到底買了他多少股票 真的 沒有 我也有換 其實以我的成績來講 應該算小case 換一些家電 然後那個秀琴姐 應該可以換房子吧 還可以賣掉 一台車了吧 對 秀琴姐你也會去特別去挑 適合你的方案嗎 其實我也是 跟藍波老師一樣 我也是老客戶 因為我以前 像那個電信軟體 還沒有很發達的時候 我的電話費真的都是 沒有在降價的 就是六千以上 一萬多上下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兄弟姐妹 我們的那個電信公司 都是不一樣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自己打給自己人 都往外 都是往外 對 然後我的那個月租費 對啊 已經調到兩千六百六千 唉唷 唉唷 就是這麼高了 那我也不是說 我要去挑這個 哪一個資費比較便宜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的網內 到底打了多少錢 網內 我幫妳看 我來幫妳看 我來幫妳看 不是 因為之前 電話就居高不下 電話費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後來換成市區的時候 電話費真的有慢慢在變便宜了 三四千 四五千 我就覺得 我應該選到是真的 對我來講是很便宜的 對 其實你平常打那個往外 平均我這樣看 每個月下來都是四百以上 就是 最高九百多 對 有到九百多 就是它已經 不是只有你的月租費 月租費以外 你還有打了四百多 是喔 所以你月租費兩千六百多 對不對 再加上四百多一定就是暴增 一定是三千 隨便就超過三千 所以如果你往外不要打那麼多 也許會好一些 那因為很多的一個 智慧的方案喔 有時候在妳在選擇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目不暇擠 而且有很多的優惠 要請問一下地方喔 一般我們面對這個優惠的時候 它到底有哪些陷阱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好 主要陷阱有三個喔 是 那第一個其實就是說 像剛剛你們的帳單 有沒有發現 對 你們的市化都兩三百塊 或好幾百塊 對 因為第一個 你的這些優惠 是不包含市化的 對 所以你只要 因為打市化很貴 對 它有些方案 除非是像某電信公司 它才有市化這種 送你幾分鐘 但是其他兩家是沒有的 所以你打市化 基本上都是要 對 那看你的資費啦 所以第一個陷阱就是 其實它這個優惠 是不包含市化的 那第二個陷阱是什麼 就是說 常常會有那種 送你多少分鐘對不對 那想說 這麼好 599送你250分鐘 我這樣子隨便一通電話 大概講三分鐘 重要事情講了 我就不會再講了 三分鐘 250 我起碼可以講60通電話 那我一天打個三通就好了 我起碼可以講20天 對不對 對 都覺得很安全 但是你沒有想到的陷阱是 它的有分所謂的網內跟網外 它就會說250分鐘裡面 它只有40分鐘 是不分網內外 對 其他的 剩下的 是只有你打網內 才會便宜 免費 你打到網外 就會是 你要依照它 你用的資費 費 每一秒多少計費 對不對 你根本不知道 結果你一直都是用網外的 而且都是一直 你的錢就這樣 一秒一秒的被講掉 而且就像藍波老師講的 我隨便一通電話七八分鐘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真的重要事情講完 你可能還會哈拉一下 或者是 對方臨時又問你一個什麼事情 你會跟他講一下 尤其像秀琴 可能很忘情 就對啊 我那一句話 沒有 高音收講到低音多 那天老師 這個方案的 智慧方案那麼多 而且又很多的噱頭 如果我們要選擇的時候 怎麼才能夠選擇適合自己 看這個字卡非常簡單的 那一般他們就只有分三種 像第一種就是所謂學生方案 或者是剛剛有個西馬專案 就是說它的那個方案是不一樣 比如說中華跳遠船 什麼跳哪裡 那是一種 那這一種其實它就是 上網就是會比較並重 還有語音 學生的 算平均型的 因為是給學生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可能要綁一年或綁兩年的 只有手機免會還是手機 其實就是裡面一定會包含 你可能上網吃到飽 那你吃到飽呢 那個網路費可能就 佔了六七百塊 那其他的就是 額外的我們所謂的 電話的分鐘數 對 然後這一個呢 就會比較適合上網 頻率高的 最後這一個呢 你可以看到什麼大省方案啊 什麼什麼精神啊 什麼省的 我跟你講那些呢 就是說你的上網呢 不一定要買到吃到飽 它呢 我跟你講所有東西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喜歡那個秀喜 哇 大用戶你知道嗎 對啊 很好彈耶 所以呢其實它這個省的部分呢 它就會省到說 我們今天可能你的網路 一個月只能限2G 限3G 那你到了3G以後呢 不好意思 你就你的那個4G網路 你就不能用 你只能用3G網路 對 那這個省下來什麼 省到的是 它可能是699大省方案 599大省方案 那事實上其實那個網路的那個 上網的頻率 就沒有辦法太高 是 那老師我再追問一下 一般來講 我會面臨到底要不要 綁約的一個問題 到底是綁約比較好 因為綁約我又怕到時候 提前解約會 有一個解約會嘛 對 那不綁約 又覺得怪怪的 到底如果我在選擇的時候 要選擇綁約 還是不綁約 中間的利弊得失呢 好我今天想要做 用這個版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 假設可能 心儀一個月通話費是一千塊 對 就是你不管你要不要上網 或講電話 你一定用到一千塊 對 那我們綁兩年約就是 兩萬四 對 那兩萬四 好 我們來看這哪裡 比較接近 1336最接近 對 1336呢 乘以24個月以後呢 是三萬二 對 所以兩萬四 跟三萬二相減以後呢 你買 你是不是等於手 你可能有 額外多八千九 你這時候就想說 啊我賺到了 為什麼 我的iPhone6 16G 兩萬兩千九 對 用八千九就可以買到 這就賺到了 但呢 其實現在的很多年輕人 為了要零元手機 對 多加喔 零元 我就是要零元 可是呢 它辦到是多少 月租費兩千六的 哇 但事實上它可能 可能就像那個凱蒂一樣 它一個月可能 只打五百塊錢的電話而已 對 是不是只有五百塊 是 五百乘以二十四個月嘛 是 換下來其實它並沒有那麼多啊 對 那你五百幾 對 你每個月多付了兩千一耶 兩千一再乘以二十四個月 你說你手機是零元 是真的便宜嗎 對 你沒有划算啊 是 所以其實一般我們在算 你要綁約一年或兩年 你就要回頭 回過頭來看說 你每個月的月租費 可能如果 大概是多少 對 多少 那個就是你選擇的支費方案 對 那電信業者呢 他也會記錄說 你這個人是不是常常NP來 就NP就是吸馬來吸馬去的 是 跳來跳去 這樣做紀錄 這樣喔 這裡有做紀錄 對啦 付很多電話費的 也會做紀錄 也會做紀錄 是 已經有了 開門就奉茶 對 你應該打電話 就馬上有人接聽 對 不用說什麼什麼 按E什麼什麼 你剛剛有一個柱子寫 N輔功啊 你上面有名字有 我是 我私人專線 秀琴姐 你看喔 是我的專線 對 沒錯 可是現在有一個電信公司 他出了一種像浮動費率那種 你用多用少呢 就是他每個月會幫你計算 這種會比較划算嗎 你們去辦完費率以後 過了一個禮拜 請問誰記得你辦了什麼費率 大部分都忘了 真的 老實說我也忘了 對 他說浮動 他是浮哪一天的點 是便宜的 哪一天的貴的 對啊 他哪會告訴你啊 對 他要賺錢啊 所以呢 我跟你講那個 我覺得是 而且你也沒有那個精神 去跟他每個月對 說我這個月是適用六百的 還是適用一千三的費 如果你真的這樣去跟他對 他也會幫你記起來 對 對 我坦白講 用戶很難搞 對 坦白講 像剛剛心裡還看懂帳單 對 究竟連帳單都看不懂 都不曉得是什麼之類的 他剛剛一開始拿帳單的時候 還拿反 怎麼去 對 明明看成六這樣 對 你連要去跟他爭論 跟他申訴 你都不曉得從哪邊講起 不過最近有一個新聞 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 這個新聞是在西班牙 有一個男孩子 二十六歲了喔 不是小孩子喔 他拿著手機要去看爺爺 爺爺真的已經進入到幾乎安寧了 用那個呼吸器了 結果他媽媽說 你去看爺爺的時候 要跟我講一下 到底爺爺的狀況怎麼樣 一看 哇 唇一趴 已經快沒電了 他真的很聰明 把爺爺的呼吸器的插頭 拔掉 插上他手機的插頭 還好他爺爺就拼最後一口氣 趕快按求救臉 否則的話就掛掉了 爺爺好 爺爺好 爺爺 命令順一趴 爺爺真的很聰明 但是這就是顯示說什麼 我們現代人 真的非常非常依賴手機 如果你有一點點的覺得 我快沒電了 那你就會很著急的 想要去找插頭 所以大家也有同感嗎 手機突然變成吃電怪獸 不到半天就沒電 超大容量的行動電源 也沒有用 借人家行動電源就好了 他那麼多行動電源 隨便借他的就好了 我不用講他都沒有帶線 他也沒充 可是像你們這種 手機重度使用者 如果你真的沒電怎麼辦 例如說你早上很早就出門工作 你到下午就沒電了 超簡單 帶一條充電器 你到處跟他插座 你就可以跑去插 那如果剛好你旁邊的人 就是不帶行動電源那一種 那時候就會被我經紀元 臭罵到死 因為之前真的有這樣 找不到人 就是因為就沒電 然後他又規定我半個小時內 要回電 可是我覺得沒電我根本也不知道 他有買電話給我 而且我跟你講 iPhone的那個充電器非常聰明 他可以接收110的 也可以接收220的 是 他會出動票 對 只要去廁所 找那個插頭就可以了 應該都可以 對 我覺得這兩位在那個心理層面上 是屬於非常的正常 真的 哪裡 出門不帶個三五顆行動電源 能出門嗎 真的 怎麼會這算現代人呢 對 這個古早人吧 因為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才會成就我們這種人 我跟你講 不然你拿出來 我連看到你們的臉都看起來 有點模糊 告訴我 我跟你講 出門啊 這邊隨便都有電 有沒有看到 有藍光 有啦 有帶線嗎 有帶線 每一家的線都不一樣 幹嘛要帶線 我們這邊隨便十幾個 你可以跟人家借行動電源 我們不能跟人家借線 對啊 我們好受費成 承認的線是不一樣的 一個子帶線 一個子帶行動電源不帶線 我們這樣很合理 指揮庭組合 對 沒有啦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點依賴 因為我們就一定依賴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手機 已經現得有點像 你幾%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沒電 80% 所以你會恐慌 80%就會恐慌 你太誇張了吧 80%就會覺得 我覺得80% 因為我覺得就像小孩子 你要餵飽它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人生當中 你出門有需要那麼多嗎 不是 我人生當中 真的很怕沒有電 即使我的手機已經變 才剛充飽 它變98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快沒電了 然後前陣子 之前錢櫃 他根本都沒有插頭 可以讓你充電 然後我們想說 怎麼辦 我們今天已經在外面一天了 我真的跟我朋友 我們兩個就是那種 沒電躁鬱症的那一種 我們就跟錢櫃的說 那個櫃檯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 櫃檯可以 沒有 那個小姐那個時候就是 就不讓我們知道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沒有辦法保管 那個這樣子 怕餵飾 怕餵飾或什麼的 然後我跟我朋友整個就 因為我們就有點喝酒了 你知道嗎 然後開始又要鬧事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說 叫你們老闆出來 這樣子 只是一個沒電 我們就要叫老闆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 到底剩幾% 是真的完全沒電嗎 80% 已經剩下10幾% 我們已經就是 感覺我們人生已經快到終點了 對 對 然後呢 一直call朋友說 可不可以去 有沒有誰還要來 可不可以借我們行動店員 帶過來 對 或是去買新的 或什麼什麼這樣子 我們就是真的沒有很怕電 最近錢櫃他真的是很貼心 他們真的有租了那種 自從被我們鬧事之後 被我們鬧事之後 你真的很好 有聽到人民的心聲 沒有沒有沒有 有聽到秀琴的心聲 是 那請問一下天老師 以前我們手機充一次以後 充滿以後 幾乎一天都夠用 為什麼現在每一次充滿 為什麼現在每一次充滿 像我早上一看100 然後我上高鐵 剩下67 然後下高鐵 我都沒有動 怎麼剩下47 中間我的手機一定有吃電的怪獸 沒錯 怪獸就在這裡 第一個怪獸就是3G 4G 或者是Wi-Fi藍牙一直開著的 這個會吃你的電 所以你如果不用Wi-Fi網路或藍牙 你建議你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就可以省一點電 那第二個是 如果你桌布很炫 或者是有人會調整說 我的手機就從頭到尾都要亮到底的 這個跟那個螢幕會自動宣傳 出庫動態也一樣 還有就是說你的螢幕的那個亮度 我不是調成自動 是自己把它調到最亮的 這個其實也很耗電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那個賬號 同步處理 這一個其實是非常耗電的 你常常在刷 你那個Facebook 不是在背景後面會自動幫你去 它可能更新的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你設定E-mail在手機裡面 那手機它其實是每5分鐘 會自動去幫你搜尋說有沒有這個信件 它搜尋的時候呢 就在耗你的電 好基本的運作 對 就是很機婆 所以今天如果你手機裡面 有超過100個APP 我覺得至少有30個APP會很機婆 它一定會說 那你是否可以讓我定位你的地點在哪裡 對 它是不是都會說 那我們一定說 好啊 OK啊 好啊 它其實都在背後的層次在做運行 所以我們到底像 老闆老師講的80%就要充電 還是真的要很低才要充電 20%到20% 21%那時候再充就可以了 你千萬不要讓它變1% 然後到0 那個會很傷電池 真的喔 那個簡單講就是說 你的電池呢 你到0了以後呢 好像我們要重新再開季一樣 你是不是要把電呢 你要花更多的力氣在你這電池上面去充 那你在充的時候其實就很 電池一定會耗損 那你在耗損呢 你可能用了一年或兩年 你的電池又可能膨脹 你又覺得說 什麼手機能變厚了一點 熱熱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OK的 其實我們是對的 我們是對的 你們是對的 90% 你們永遠不會到1% 你們來到都1%的 是 十二你是98%就開始充了 對 所以過與不及都不好 不過要請問一下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 現在除了人手一機以外 都會買一個行動電源 那根據我們國內消機會的檢測 國內有24品牌的一個行動電源 結果發現一半以上是不合格的 那如果買到6指的一個行動電源的話 它會不會有一些危險 有 之前就曾經有發生那種就是對岸制的 這種 那它的情況就是 我衝到一半 結果 你怎麼聽到有點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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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那去看了以後發現 那個整個行動電源發燙發熱 壞掉了 根本不能用 但是這個事情還小 如果你用到是那種黑心的 像大陸有一種是 它電池裡面 它就裝很多不同 比如說它會回收廢電池 然後它就好的拼不好的 然後感覺上標榜 這個容量有一萬 結果它可能只有四千 因為老實說 你寫一萬就一萬 寫九千就九千 我們消費者很難去查 我們根本沒有那種 可以去查那個到底 它可以續電多久 好 那它用好的拼不好的 結果到時候不好的出問題了 那回衝到你自己的手機 讓你自己的手機也會變壞掉 對 對 所以你不要覺得使用到爛的便宜 像那種 如果說標榜那種 好幾千 九千八九千 結果淘寶買 哇 換算下來 台幣只要三九九 二九九 你覺得 太便宜了 一定有問題 對 那請問一下老師 如果我們要選這個行動電源的話 要怎麼挑 其實我今天有拆開行動電源給你們看 對 這邊就是你看我這個 這個主機板 跟這個主機板 你可以看 這個板子 我們看正面對不對 是 這個 好我們來看背面 這個是沒有IC 完全沒有東西 這個是不是還很多 對 那表示什麼 表示它這一個的保護沒有非常好 所以它非常省錢 那現在呢市面上的通稱 只有兩種的那種 一種的這個叫18650 那這種電心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很簡單你就可以看說 它是日系的 日系是最好的 第二個是韓系電心 第三個是大陸電心 如果包裝上有寫說 我是日系或韓系的 那第一個你的電心一定已經有保障了 對 第二個是 像這種是 很多人拿那種輕薄型的什麼口紅 有 對 我們叫它repolymer 像這種電池呢 它不會爆炸 但它會流出湯汁 湯汁 鹼性的那種 對 這種湯汁 因為如果呢 我們這板子呢 沒有弄得好的話呢 它這個呢 你可能這湯汁就會流出來 那流出來呢 你那個是不會爆炸 但是你可能會把整個的那個 行動電源會全部燒焦溶掉 是 那一題是鹼性的嗎 我們都帶炸藥出門是不是 幹 帶一條線出門 我久還帶這麼多個 所以呢 很簡單叫大家 這個是我們拆開 可是我們在外面買 我哪裡拆工這些 對啊 我怎麼可能拆開 很簡單 如果今天你的附近朋友們 如果呢 它的行動電源在衝的時候 行動電源是有點燙的 對 或者是你的手機有過熱 超過50度以上的 我跟你講就行動電源 就有問題了 行動電源不要用 這一顆絕對會有問題 就是一個 第二個是呢 台灣其實呢 現在你幫我拍這裡 有一個叫做BSMI的那個 叫商檢局的認證 是 這個認證呢 如果有過呢 就第一關至少政府 已經幫你把關了 比較安全 對 他們會去做測試 第二個是呢 你可以看說 這後面呢 他敢不敢去做 全球的責任險或保固 我跟你講敢去保這種 一定是 我用料OK 我才敢去保 不然他絕對不會去保 甚至於像這個是台灣製造 像這一些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選的時候 比較讓你可以簡單去選擇你要的 是 懂了 今天呢 我們從這個手機的一個角度 因為現在已經人手一機 甚至一個家庭裡面 有一些人 一個人都已經兩三支的一個手機 那看完這一集以後 第一個 先把你的帳單拿出來檢視一下 第二個 不要像秀琴一樣 他們加七八個人 結果四家電信公司 他都是股東 拜託一下好不好 整理一下 全部都帶槍投靠 到其中的一家 網內互打 全部免費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 你的電話費降低 第三個 就你的資費 就剛剛我們老師講的 如果你是用699 那你就稍微升級一點 那這樣的話 你會用到屬於你最合適的 一個電話的一個智慧的方案 反而是讓你的電話費會降低 對 今天我們幫你把關 讓你的電話費的一些漏洞 一個一個把它堵住 一年你可能就可以 省下好幾萬塊 謝謝接下來 非常專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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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